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文字虽然简单 道理非常深刻 用现代科学的眼光来看 所谓是心电感应 心是真的 电是比喻 比喻总不能比喻到恰当好处 只能比喻方佛 因为在世间物理的现象 似乎是电的速度最快 跟光速度相等 而心感应的速度 比光比电不知道要快多少 简直是不能比 电波的速度 一秒钟在三十万公里 这个心里面念头的速度 念头才生 就变虚空发解 这是我们在讲习当中 多次跟诸位报告过 这是说感应的原理 汇编里面 这个内容非常丰富 举出十十多多的公安故事 来做证明 其实这些例证是举不尽的 只要我们冷静观察 我们一生当中 自己跟周边的环境 就能够体验到感应 是真实的现象 西方人所谓是真理 汇编里面 第五段 指唐代 禅宗六祖 慧能大死 一段话 这段话说得很好 在谭经里面 六祖说 一切父天 不理方称 这就是总说 跟子弟讲的 或父无门 为人自道是一个意思 方称就是我们的念头 心里面 心里面齐心动念 就感到吉凶霍福 小的果报叫吉凶 大的就称为霍福 佛在经上说 既凶霍福 皆有心造 又说 罪福 这两种事情 苦乐 这两种果报 都是身与意 三叶造作 所照干的 世间人 不懂这个道理 如果明白这个道理 那才真正 说得上 自求多福 不明白这个道理 随顺自己的烦恼 妄想造作 决定 朝感的 凶货 所以 我们要想消除这个世间 天在人后 能不能办得到呢 答案是肯定的 决定可以办得到 用什么方法呢 教训 我这一次 在澳洲 昆斯兰多元文化剧的剧场来看 谈到 种族 融合 宗教的融合 大家能够放弃自己的沉见 互相尊重 和睦相处 怎样才能够落实 因为他在澳洲主管这些司务 我给他说了一句话 教育 中国古无甚先行 教导 教导 建国军民 教学为先 你建立一个政权 建立一个国家 统治人民 用什么方法 教学为先 今天要想达到社会和谐 世界和平 除了教学之外 没有第二个办法 教学的内容是什么呢 就是感应的道理 要把这个道理搞清楚 四十真相 搞明白 我们起心动念 自然就修炼 陆离 行善 善的标准是什么呢 是善业道 人人都能奉行 是善业道 天灾人祸 自然就没有了 不会发生的 佛在经上讲 如果我们的妄想念头 随着晨慧 随着嫉妒 邪淫 那个地狱的现象 就会陷进 地狱从哪来的 你要明了啊 要随身坚贪 贪而无厌 自己有的 舍不得不失 这造的是莫鬼业 六道理念 鬼道境界就生气了 如果随身于痴 什么叫于痴 世出世间法 没有能力辨别真假 没有能够能力辨别邪正 没有能力辨别是非 甚至于善无利害 都颠倒了 这是愚痴 愚痴 是除身的 行业 所以贪嗔痴 是三卧道的业因 我们今天 冷静观察 这个社会上 广大的群众 谁没有贪嗔痴 不但有 贪嗔痴 还不断地在增长 增长的速度 叫人可怕了 贪嗔痴 这个念头 行为增长 就是三卧道 快速地形成了 我们不必 躲六道里面的 卧道 恐怕我们 现前这个社会 就变成 地域恶鬼畜生 你说这个都可怕了 今天 有一些觉悟的人 至死人人 想挽救这个社会 映光大师 跟我们带头 跟我们 莫大的启示 告诉我们 就这个疾难 卢家的道理 来不及 佛家的大道理 也来不及了 所以才提倡 了凡四训 跟感应篇 文昌帝君 印之文 来救苦 救难 一切 一切物业当中 啥业最重 淫业最重 所以 安四全书 对于这两种 用特别的篇幅 来说明 提醒我们注意 这两种 是根本的大罪 是凶厚的根本 实现 能挽救 捷运 念佛 是第一善法 所以末后 他有 惜归之指 劝导我们 念佛求生 极乐世界 对 三善道的 夜阴 我们明白 还有三善道 三善道里面 阿修罗 虽然 能够 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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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 十善夜道 相应 但是 傲慢的 吸气 太重了 脾气 脾气 太大了 好胜心 太强了 多修 我 能够 能够 坚持 五界 十善 习心动灭 除世待人界无 遵守这个原则 这个才能得人生 如果再能把十善业道向上提升 做得非常圆满 那是天道 可见的 佛法教学第一个目标 教导人断我修山 目的就是保证 我们来生不得我道 还能够得人天佛报 但是没有能超越 三界六道轮回 更聪明一些的人知道 三善道不是办法 没有能够根本解决 再向上提升 超越三界 像阿罗汉 阿罗汉 知道人无四十真相 像金刚经上所说的 一切有违法如梦幻泡影 所以放弃了 对我的这个执着 也就是佛法里面常讲的 无我 也就是有我 你就有六道轮回 无我六道轮回就没有了 超越六道轮回 这正阿罗汉国 如果他了解宇宙之间 这些现象 缘起信空 这现象从哪来的 六道从哪来的 社发界从哪来的 这一些现象 是同一个缘起 明白这个道理 一言极其威信的执着 也设起了 知道执着是错误 这个境界比阿罗汉高了 能证披之佛果 觉悟 人空 又能够发心 帮助一切众生 教导一切众生 学习六道 那就是菩萨业了 如果是以真诚的慈悲 平等的慈悲 自行化他 这就是佛的业了 佛 所作所为 这些话 都是讲的正报 佛是人做的 菩萨也是人做的 只要你一念回心 就超凡入圣 我们为什么不努力 为什么不认真去学习 学习佛菩萨 大吉大利 无边的福报 所以吉凶祸福 无门 就是没有一定 没有定法了 都在人心 一念之间 凡人 只知道一念善窝 不晓得善窝里面还有这么多的差别 这佛法跟我们讲的透彻 讲的明了 我们的正报转了 一报就随着转了 一报是我们居住的环境 你看看华严经上 所说的 华藏世界 皮诺哲纳佛的生活环境 所以乡台 在宝树啊 清净庄严 从哪里来的 都是从 真诚自卑 平等 教化众生 所感召 变现出来 我们今天居住这个地球 地球是我们的生活环境 大家都看到了 大家都听到了 多少人在说 地球病了 病得非常严重啊 处处都是天灾人祸 天灾人祸从哪来的 从贪嗔痴 变现出来的 贪陷重 贪陷是水 水灾就陷起 晨慧陷重 火灾就陷起 玉痴是风灾啊 心地不平 是地震啊 我们现在这个社会 大众是什么样的心态呢 感召着这些天灾人祸 所以天灾人祸 是可以消除的 可以化解的 科学技术办不到 这些事情我常说了 政治办不到 军事武力也办不到 经济也办不到 科学技术都办不到 是人心 转变人心 唯有圣贤的教学 圣贤的教学是平等的教学 我借出许许多多世界宗教领袖 我跟他们交谈 现在大家都意识到 这个世界灾难太可怕了 所以都需求 我们如何能够和平 和睦相处 能够互相互作 这个意识非常之好 这在佛法家 十句开始就 好印象 我们的愿望 要能够落实 要教育 我给他们大家讲 现在宗教 没有办法解决问题 是我们只有宗 没有教 大家想想对不对 这是我在墨尔本 不是在墨尔本 在悉尼 世界宗教和平会议里面 所说的 我们有宗 更要重视教育 这个宗教教 教师教育 怎样教导 你们的信徒 发挥 平等的大爱 天主教 基督教里面讲的 上帝爱世人 你们想想这句话 上帝爱世人 并不是说 上帝爱他的信徒 信仰上帝的人 上帝爱他 不信仰上帝 上帝还爱他 因为他是人 他爱的是世人 并没有说 有这个差别在里面 佛家讲的 真思平等 爱护一切众生 以真诚的爱心 无私的不失 无条件的 为一切众生服务 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附带条件 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无条件的 为一切众生服务 我们学习到了 学到了 要做到 学了 做不到 那有什么用处 那你招来的 还是在哪 学了之后 立刻要落实 要做到 我们今天访问 不同的宗教 不同的族群 我们也真诚爱心 无私的供养 热情的帮助 我们得到的回响 就证明 佛菩萨所说 证明 太上所讲 为人自造 我们招感的是 许许多众生 也对我们仍爱 从这一点点 我们就能深深体会到 社会安定 世界和平 是有希望的 要靠世界 这些宗教家们 热心的教导 发挥大爱 这才能解决 眼前的灾祸 这个意思 我们要深深去体会 今天时间到了 就讲到此地 感谢您的灾祸